学者指出四年前柯文哲能够胜出除了民进党礼让 还有像太阳花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加持 柯文哲阵营更不会演 年轻选民和中间路线将是他争取连任的最大优势 先看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的版图一栋 二零一零年除了士林和大同区 兰营没有攻下外其他全拿 但二零一四年柯文哲横扫十二个行政区 连深南票仓的大安文山都变色 但从过去的台北市长得票率来看 二零一零年有七成选民投票 国民党郝龙斌以将近八十万票 打败民进党苏贞昌的六十二万多票 二零一四年投票率也有七成的情况下 科绿同盟让五党籍的柯文哲得票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一六 大赢国民党连胜往二十四万四千多票 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还是要继续执政才有办法实施这些理念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民进党 他有推派自己的人选 马上又看到我们李副民主长要辞职了 你买高教 你自己还有柯家军 如果没有 未来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打仗 你一个人到时候 骆驼是怎么被压垮的不知道 如果一个一个离职 一次一次的伤害 我想这不止对您个人 会这种伤害 对台北市的发展 也会有所影响 我请教你 会不会有柯家军的产生 柯家军怎么定义 没有 你要来相台 你跟上边选市 你跟上边选市 地方没有人 没有议员 你跟上边选市 你以前站台 每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站台最少两条以上 你后面站在路 没有人 没有办法 有理解议员 你任何组续执政策 没有人跟你搭认 你自己这样 要用的 我请教你 这个是这样 我们还是会 争取最多的朋友 争取最后的朋友 所以不会有柯家军的产生吗 这看你柯家军怎么定义 没有啦 我想我们还是会争取最多的盟友 像陈议员也是我们的盟友 到处都是朋友 我们民进党内很多你的朋友 问题是选战是现实的 选战是现实的 到时候选战一开始 各就各位 就好像我们李副命辞职一样 对不对 到时候大家各就各位 写这些理念 用这些新的政策 一点用处都没有啊 所以未来 不排除有柯家军的产生吗 不是啦 看你柯家军 要什么定义 叫柯家军 我感觉这个问题就是不急 这个其实军机顺其万别 不是啊 柯市长 其实很简单嘛 上次选立委的时候 民进党也有立委候选人 也有白色力量的候选人啊 这个就是一个模式啊 同样的未来 这种模式会不会产生 朋友多敌人少嘛 这个 这个 其实整个 整个都是动态在变化 一厘喔 要太多 只敌我两方 没有所谓的朋友 也不会啦 非常现实的问题嘛 所以不会有柯家军的产生 不是 不是说不会有柯家军 我不曉得你的柯家军的定义 那不会有柯家军 那是有 一定会有柯家军喔 不是啊 我不曉得你柯家军的定义是什么 對啊 能够在外面支持你的理念啊 喔那很多啊 能够支持你的理念啊 喔那很多啊 我工作非常愉快 那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我会努力 所以李副民主党认为的 倫常在你眼中不是问题 我想 我们是 超越来历的团队啦 我就用超越来历的思考 陈副市长会留下来吗 他 他 我昨天我说 他说他会考虑一下 但是他今天 我整天都没看到他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一个很 还是 还是会很忠于 台北市长选战 蓝绿白三强鼎立的态势 几乎鼎定 柯文哲表面上乐观已对 但也坦言 选战一定 不好打 一日双塔 你在富贵角灯塔上路的时候 你认为你一定欺负到欧卵比 开什么玩笑 簡直是奇迹了 所以你要再次创造奇迹 不是啊 这个就是这样嘛 这个 这个决心跟勇气 可以改变台湾的历史 期许自己能够改变历史 柯文哲也定调 年底台北市长选战 将是人民意识形态 能否跨越蓝绿的关键 2018年这场选举在台北 最重要的意义是 台湾有没有一个机会 逃脱从20 1994年 长达24年 整个政治被蓝绿完全绑架的局面 有两党的候选人 我们还可以突破的话 那才是真正 台湾有 台湾的社会走出了蓝绿的包围 台湾有 dü sambви 本身要察力 台湾有证组 二道抵蚱 SELECT тако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